全球华人花园焦作业 老河的粉丝主要是 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作业 就是北加湾区的一个花友 那么它有一颗叫格特鲁德杰基尔 是大卫奥斯丁的品种 它已经种出了什么效果 已经超过了他们官方的那种宣传化的效果 我一直以来很气愤的是什么 就是各种公众号 就是那种小文章 各种鼓吹种话怎么种 结果图拿来全部都是奥斯丁官方的那些图拿来 倒用 好像自己种的那么好似的 让大家看看真正能超过奥斯丁官方的 那个效果是什么 然后它这个真的就种了一年多的苗 是去年的春天种的苗 而且很多人就看不出它是藤本还是灌木 从那个你去搜这个品种 你去谷歌随便搜图片 都没有它这种效果 就是别人都没有出现在网络上 是吧 然后它还有龙沙宝石 包括龙沙宝石在冬天的时候做的一个牵引 那么那个状态就是很明显能够看到 这个就是冬天的一个状态 是吧 不落叶不要紧的呀 不用去摘不用去掰的呀 是吧 明显感觉到它那个叶子就是特别的没有精神 是吧 这个就是冬天的一个状态 正常的一个状态 是吧 它这个地方还就是窄了一点 就是整个横扑 横拉的面 是吧 它还可以再拉的就是宽一点的话 会效果更好 那么它这样子其实也很美了 大家看看它开花的样子 开成一个星形 它那样子 趴开等于说八字形 打的就是没有压得那么低以后 反倒形成了一个星形 很美 因为它另外一边好像是个门 所以 然后另一边是个窗 所以它空间是有限的 但是它这个龙沙宝石 也就是去年的春天种的 到今年的春天是这样的状态 是吧 说明它整个夏天都没休眠 有那么多枝条可以牵引了 然后近景给大家看看 哇 真的很美 他们家已经变成景点了 就当地居民散步必经之处了 跟我们家一样 然后还有拍照的 然后有一颗黄色的 很美 这颗黄色的应该是黄金庆典 还有没有说 黄金 黄金庆典 烙成花柱 对 花又多又香 特别大 春花因为是 因为你们夏花应该也不会有这么大的 那这个是十四求是 我必须要说 澄清的 这个我们得色的都是春花 因为到时候我们还会得色一波夏花 现在六月份开的就算下滑了 就像我这个 传家宝 对吧 很老的一个品种了 它名字就叫传家宝 我的那个品种介绍里面 播放列表去搜 有的 播放列表里面归类了 今年都这么高了 看 当时我做那个压苗助长 就是这颗 就是这颗 都已经这副样子了 这个是第二波花 当时春天的第一波花没这么高的 在这个腰间大概 然后我把 它两根墙损上来了 我把所有的细小枝全部咔嚓掉 就留这几个墙损 这就是那个修剪时候的 那个就是 省时夺势 对吧 根据它的情况来 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 它就高一点 好啊 挺好的呀 因为它矮 矮在这里啊 我这里喷林这样喷过去啊 遮挡住了 导致我这颗威吉伍德就长得 一直有点缺水 其实 说着说着说到我自己的案例了 那一个道理 然后看它的整个那个花园的其他花 后面的红玫瑰 前面这个是 应该是摩纳格公爵 摩纳格公爵 在阳光猛烈的情况下 然后 而且温度相对低一波春花嘛 温度低一点 阳光又猛的情况下 开出来就热情似火 就那种火的感觉 这个应该是摩纳格公爵 非常好 然后它是怎么种的 它说没有病虫害啊 它就按照我的方法 不要乱埋肥 然后那个经常去冲一冲 牙冲也没有 病虫害都没有 是吧 尽量去中午去冲冲水 啥病虫害没有 湾区 湾区肯定要等到中午的 是吧 北加湾区因为它雾大嘛 你雾大的时候一冲都是白粉病 那中午冲就反倒是治疗白粉病 所以同样是冲水 是吧 时间都有讲究的 反正中午不是整体浇水吗 也是尽量如果不健康 就像这种冲一冲嘛 我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冲不到 我这个地方没有拉管子来冲 有点白粉病 这个品种是抗性一般的啊 当然它不影响它的生长和开花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另外一个啊 德州的 这个德州的花友呢 是怎么样 就是我 我刚刚开始办频道 就在我的频道里的老观众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比较耐心的 嗯 因为他一直强调我们家粘土啊 不好装啊什么的 是吧 我一直是一对一的回复回复回复 非常耐心那个时候 为什么那个时候耐心 现在可能没那么耐心了 因为现在都有节目啊 各个样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节目都做了呀 是吧 不用我去回答了 而且现在观众也多了嘛 我不可能每一个人那样一对一的去服务 然后大家看看它种的花 它那个 因为之前非常不健康 家里还得了那个小叶病 就是玫瑰女巫病啊 那个玫瑰呢 治好了 治好后来又复发 它就挖掉了 挖掉以后 没关系的 我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它那个病毒你感染了 只是那颗而已 你把其他的种健康了 种好了 不会得的啊 所以它那颗放弃以后 其他的都没问题的 不用说整个花园的土挖掉啊 翻新啊 用不着的 因为那个其实传染很慢很慢的 而且只是传染那些 你根系受损的月季 特别容易被传染 虽说他的传染机里是那个满虫 带那个病毒 是吧 因为那个东西被说的很恐怖 然后看看他家的这个情歌 棒棒糖 哇 非常美 情歌棒棒糖真的非常美 而且会比较耐晒 挺适合德州的 到时候我也会种一颗 棒棒糖我可能没地方种 我种一颗那个普通的 然后他也有一颗那个 大卫奥斯丁的那个黄色月季啊 你看虽然我不种黄色月季 但是你看我的粉丝 啊 我学我种花的花友 他们种该种黄色种黄色嘛 我说这个东西你自己喜欢什么种什么嘛 是吧 用了我的方法不是照样好吗 不代表我的方法用在黄色月季上就不行嘛 是吧 对很多朋友不要逼我种黄色月季 然后他家那个小叶病治好了 就是杀菌杀满 然后营养水肥充足 最后呢 稍微他说就是根系实在受损太严重了 稍微不留神 他那个病之修剪掉以后 稍微就是水肥不充足一点 或者稍作不留神 他又会复发 他就想想就是没必要 就我之前就说的 你没必要花那个大成本去治疗他了 是吧 本身一个你说挺好找到的品种的话 就那一颗你给他挖挖掉 那个位置他就种了一颗铁线连 挺聪明的选择 是吧 你如果怕再种一个月季上去 怕还是有病毒 是吧 你同样的那个病灶部位再种一颗月季 有点担心的话 他非常聪明啊 种了颗铁线连 很好啊 我都记得当年他那个位置 然后最后一个马来西亚的花友 世界华人花园嘛 这个系列必须要有美国以外的 马来西亚他 是吧 马来西亚第三代华人啊 四季如下 长年气温27到35摄氏度 日夜温差也不大 以至于没有什么四季的概念 本身就是原意小白 分层期间开始种向日葵打发时间 然后开始搜索YouTube 然后发现了我的频道 就是近期开始种花的 那么就就是按照我的方法 而且他那里买个月季都买不到 很难买到啊 通过网购 反正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然后然后用我的方法去浇水 施肥 没有埋肥 然后也 也混合了一些火山盐 因为它盆栽 很好 很好 第一波花没有开启 但是通过修剪 知道了 统一起跑线原则 是吧 通过修剪 然后第二波花就基本上 统一时间打开了 他这个花就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做好肥水管理 做好修剪 尽量让他每一个雅典 在统一起跑线上 会什么样的结果 你第一波花没开好 春花第一波没开好都没关系 下花第二波还能超过春花 是吧 当然他在 他在没有春夏概念的地方 马来西亚 是吧 他这个花到时候修剪了 还可以稍微凶一点 剪到那个现有枝条的一半的位置 然后那个整个的很很顺啊 它的交叉枝并 从图片上看就不明显 是吧 那么到时候在选的时候并排枝 就是两个枝条 靠得太拢的 到时候再选择取舍一下 你们那边通风啊 各方面的修剪 肯定要侧重点是在这边的 啊所以还要筛选一下 那么两条并排 那么粗的细的 那把细的给剪掉 是吧 这波第二波花很漂亮 好 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 中华养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老河的粉丝 焦卓叶 北方的朋友 加拿大的朋友 可能还没到盛华期 等到盛华期了 发给我 然后我的邮箱会放在 第一条留言 置顶 拜拜 拜拜